好,那邏輯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格式化VBA按下它 它自動幫我把小於等於7的部分 幫我格式化 另外清除的話就整個把它清掉就OK了 那這個地方的寫法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喔,一樣我們一樣插入什麼呢? 插入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我叫這邊 也許我叫格式化 或者格式化底線VBA好了 跟之前的那個格式化區隔 那輸入之後的話呢 也許裡面的程式就是我那寫的 那其實裡面的程式喔 有部分跟前面一樣 所以如果跟前面一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這一段拿來複製 複製好之後呢 直接拿來改個位 可以啦 只是說你貼上去之後喔 有哪些地方要改呢? 其實中間負回圈好像可以留 那中間這個其實沒有 不太需要 我們把它刪掉 那裡面的話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if 特別注意喔 我在什麼情況下要格式化呢? 如果它的那個一欄裡面的資料 是小於等於7的 有沒有 這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 所以我的邏輯怎麼下? if 然後呢打一個sales 一欄的話呢 就是I列的一欄 痘點 然後呢 就1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小於等於7的話 空一格 然後 then 然後我習慣先enter兩下 打一個andif 結構先把它打出來 因為有時候忘了打那個andif 程式會錯 那then 意思下面這一行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不是小於等於7 它就跳過了 它就跳到andif 換下一個 所以呢 我們希望怎麼樣? 如果 一欄裡面的資料 是小於等於7 就把它 同一列的 A欄的底色 變成黃色 所以我的敘述喔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寫在 它的rand的下一行 並且喔 按下一個TAB鍵 那我習慣是把上面這個 複製下來 然後呢 把一欄裡面的這個 欄數改成A 把A的裡面怎麼樣 把它變成什麼呢? 點 我的底色的話就點什麼? 點intro 還記得吧 intro intro ok 點color 它的顏色 等於什麼呢? rgb 顏色的話一律rgb 那顏色的部分的話呢 rgb怎麼樣呢? rgb 現在點 要跑掉了 intro 點color 等於 rgb 前刮弧 那 紅配綠嘛 最多255 豆點255 豆點255 豆點0 後刮弧 ok 這樣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它的底色 變成 A藍的地方 顏色變成 什麼呢? 變成黃色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另外的話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格式清除的話 就把這一段 其實複製貼過來 改成加一個清除兩個字 裡面實際上 假設我把那個清除做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把上面這一個公式 直接把它複製下來 差別在哪裡呢? 第一個齁 其實你邏輯不用判斷 不過邏輯不刪掉好像也沒差啦 我的習慣是不要判斷 把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所有的底色通通清掉 那底色怎麼清掉呢?還記得吧 黃色 沒有顏色怎麼敘述 前面有講過對不對? 有印象吧? 底色變沒有喔 沒有的話齁 我們習慣是沒有 None 那可是呢 在VBA裡面要多一個什麼? X L None 沒有 OK 就是加這個一敘述就好了 沒有顏色喔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那個底色的顏色把它去除掉了 OK 這個應該有講過吧 有印象嗎? 在留級函數裡面嘛 第二個單元裡面齁 如果忘了的話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齁 好 那我們做好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齁 我們就可以來Run一下看看 當然呢你這邊可以設中斷點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設中斷點讓它跑一下 它會怎麼樣呢? 跑跑跑跑 跑到第幾個呢? 跑到第1的第13列齁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設中斷點齁 那如果I等於多少? 13的時候 欸對 它裡面的值是7 剛好符合這個邏輯 所以呢 這裡面有沒有符合呢? 有 等於True喔 那True的話呢 就跑裡面 那裡面的話就把它底色 所以執行這一行按了F8 你會發現喔 輸出之後的話齁 這個輸出喔 這一行執行之後呢 欸 它的顏色也就被變更了 對不對? 其他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讓它全部跑完的話 那它的底色就全部都加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通通加了 那再來如果要去掉的話呢齁 其實就是什麼? 把裡面的顏色全部改成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 所有的儲存格裡面呢 的底色都不要有喔 意思就是說 從頭到尾齁 全部呢 的底色呢 都變成沒有 那其實齁 在那個 等於是把油漆桶裡面呢 改成什麼? 無填滿 其實無填滿就X而那 OK 所以請各位齁 試一下就是 把那個格式化部分加上去 最後想想看齁 前期名 因為如果你格式化還要再看一下顏色 如果我不想看顏色 我想怎麼樣? 直接乾脆幫我把 找到的這個12號有沒有 幫我直接就丟到哪裡呢? 12號呢 就幫我直接丟到那個 我們的前期名這裡 找到之後有沒有 如果小於等於7喔 那就幫我把這個 丟到這邊來 下一個再丟過來 下一個再丟過來 那我要的就前期名幫我列在這裡 特別注意喔 那怎麼做喔 前期名自動列過來 那這種寫法齁 其實跟那個格式化有點像喔 有沒有 我們剛剛是如果當他小於等於7 去格式化那一個 但是呢 我現在不是喔 我現在是跟我小於等於7一樣喔 但是我要把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喔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資料搬移喔 應該不叫搬移 應該叫複製 有沒有 把12號呢 再複製一個到這裡 其實這也是同學 蠻多同學問到說 老師我資料怎麼從這個出現格 搬到另外的出現格 把A欄的資料搬到F欄 A搬到 而且搬的話喔 要一直往下搬喔 一直往下搬 你不能說一次呢 永遠都放在這裡 放這裡他要蓋掉 蓋掉 所以最後可能 全部蓋掉變39而已 為什麼其他都蓋掉了 那我希望能夠放 第一次是放第二列 F2 F3 F4 一直在推 欸 那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我一直往下放呢 這個可以想想看 如果想出來的話 自己寫的話 那就表示 你真的也真是學會了 不過真的啊 這有點類似的東西 我們前面好像有寫過 只是說 有沒有辦法活學活用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格式化 這兩個 格式化清楚 那待會呢 我們再來看 前妻名 的寫法 前妻名的寫法 試一下喔